海带头很多人都没有吃过吧 炖出来的汤鲜甜又好喝 做法非常的简单 准备一斤扇骨 我们这里的扇骨现在是13块钱一斤 或者铜骨也可以 排骨也可以 洗干净放入锅里焯水 焯水的时候放入姜葱 高度白酒 焯好水的扇骨夹出来 放入砂锅中 加入玉米 加入生姜 还有去掉皮的花生 加入开水 大火煮开 小火煮一个小时 在煮汤的同时 我们准备一点海带头 它是海带中最肥厚的位置 一斤可以泡发七八斤左右 用温水浸泡30分钟 这是浸泡30分钟左右的 然后再用水多冲洗几遍 你看每一片都非常肥厚 用手撕成小块 扇骨和玉米已经先炖了一个小时 然后加入海带头炖10分钟左右就够了 因为这个海带头是非常容易熟 调味的话只需要放盐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需要了 简单好喝又营养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做